由中國文化中心、一般社團法人、日中文化體育協會主辦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文化處後援的 京劇、歌舞技、能樂、國技、李文培、卓明、王子江水墨戲劇人物畫展 於9月13日至9月22日在位於東京的中國文化中心舉辦 9月13日在中國文化中心舉行了開幕儀式 來自中日各界代表參與了開幕儀式 來看本台記者報道 本次開幕式在位於東京的中國文化中心舉行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公史賢參贊石用金在致辭中表示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也是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締結44周年 期待中日兩國能夠面向未來攜手共進 再創歷史新篇章 公益財團法人日中友好會館中方代表黃新元表示 今年對中日兩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年 希望兩國人民把握好機遇 為中日兩國的未來添磚加瓦 旅日京劇藝術家吳汝俊表示 同為文化工作者 在一國他鄉傳播中國文化是十分值得驕傲的事情 希望各方今後通過努力讓中國文化在日本深耕發揚光大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中日兩國之間文化交流歷史淵遠流長 水墨畫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文化財產 本次展覽展出旅日華人畫家李文培 卓明王子江的作品 李文培是我國京劇舞美設計界元老 曾為現代京劇《紅燈記》 以及電影《紅色娘子君》等40余部京劇 影視劇作擔任美術設計與藝術顧問 文化交流是兩國人民共同的喜愛一個題目 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歷史淵遠流長 我畫的所有的京劇人物畫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演繹 而且中國京劇的一些人物 也被日本人民大眾所愛好所接受 我想這種友好的種子深深植根於 日中兩國人民的心理 李文培創作研究中日兩國水墨畫 本次展覽展出了他的精彩作品 知名旅日華人畫家卓明王子江 也展出了他們精彩的作品 本次畫展上可以欣賞到卓明和王子江 兩位畫家近年來的佳作 本次畫展將於9月13日至9月22日 在中國文化中心舉辦 但是有些人物畫面 他們用了 traced著 高達 Compact 地變成眼球 以後 繼續試著 位